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嘎 靈魂石新存者的正式版呢 终于推出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 所有的角色都可以玩了 当然前提是 还是有一些解锁的条件的 但在这些条件上面 我们看得到 哎好像有新的地图了哦 另外还有一些 应该是新的模式啊 我们可能后面再慢慢来看一看 然后新的角色方面呢 大多都还是不能玩的 但是当中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刺客 一个是元素石 因为阿嘎前面花了一点点时间 有玩过这个试玩版的关系啊 很多都已经解锁了 就是解锁了40多个成就 然后当中就这两个角色可以玩了 然后他还要花费一些 宝石啊来解锁 刚好阿嘎也储存了 也存了一点点的灵魂石 就可以解锁了 解锁了刺客 再解锁这个元素石 我们今天就先用这个元素石来玩玩看吧 那我们看其他的地方啊 铁匠电 他应该估计意思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去打一些配方回来 所以呢就算你那个人物已经好了 就是你没有配方还是不能升级一些武器 另外符文系统也解锁了 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出去之前可以挑一些符文这样 但是好像是需要再升级一下一些 点数啊才能去装备他 然后我们再看看技能数 技能数有阿嘎由于时间关系 早就已经点满了 但是哎好像有一些新东西哦 就是这个可以将我所有的角色的符文力量提高 然后这种力量是永久 就是这些是永久升级的 我们来看看啊 他需要灵魂石哦 没问题阿嘎有的就是灵魂石 多的是哈哈正好 然后我们全都加下去吧 哎有点不妙啊 他需要这种灵魂石哦 也够也够也够也处够 OK哈哈 然后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装备符文了吧 现在我们看看我可以装备五个符文 然后就是 符文能量消耗 哦他就是他一个就占了两个的符文位置 是这意思是吧 那我们就随意选一下吧 这个这一个是奥数 然后这一个加伤害的加伤害的也不错 但是我已经用了四个了哦 那我今天用火的还是用奥数呢 哦我用奥数好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选这个搭配吧 我们出发看看有什么新的更新啊 就是技能方面 然后我们看到地图这里啊 他有不同的就是可以加一些诅咒 为你提高一些难度 然后你也可以得到一些更高的回报 得到更多的灵魂石 然后重点就是用 就是用四级的诅咒 就可以解锁下一个的诅咒强度的地图 然后他的地图有1234567 七个等级好多哦 然后另外还有两个新的地图啊 阿刚还没有玩过 我觉得今天可以来新的地图试试看 那我们就在今天就打这个冰封荒原吧 还有一些蓝宝石啊什么的 可能是一些新的材料 那我们去打打看呗 我刚刚出来我怎么好像看到有骷髅在那边出现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新技能 新技能的哦 他是一个光束 然后在不停发射的一个光束 好像蛮帅的哦 但是他中间会断一下啊 好像有点 有点有点 怎么怎么讲呢 就是可惜就是中间断了那几下 如果他一直一直不在喷的话 应该会很爽 以我们过往的经验我们是 是不是该跑去角落那边慢慢打呢 因为在在角落去打的话呢 他那个捡 捡东西是最快的 哎然后一开始就来了一个传奇的技能 自身多次施放几率提高 然后可以提高自身多次施放 不是废话吗 两两句 两句话一模一样的意思 然后我们出来打一下素材 他现在这个法师 他一开始的主要技能就是这个雷电的 就是电极系的 让我有点想 有点冲动想要玩电极了 就玩电系的 我没关系 我们后面看看 看看他都给我们什么技能 我们看着办 好不好 就有缘的话 我们就拿 拿那个电极系的 然后这里出现三个技能 但我感觉好像三个技能我都没见过哦 左边第一个就是出现一颗大的水晶球 在穿过目标的时候 加这个纵纵纵纵我没有没有用过哦 然后水晶球还会迅速往四周发射额外的炮弹 就是一个大的发出来很多小的是吧 然后中就就会在5秒之后造成伤害 是不是之前有那个叫什么呢 哎呀阿嘎有点忘记了 我没关系 我们看其他这个是冰系的一个技能 随机的一个敌人的位置 召唤一个冰的漩涡 还有这一个 这一个在自己的位置引发巨大的奥数爆炸 让对敌人造成伤害 还有施加这个暴露 我们今天我刚才好像选了一个 跟奥数相关的符文 那我们今天多选一点点这个奥数的吧 或者雷电的吧 看着办看着办 是在自身周围爆炸这样子 然后另外我选这个人物 他有个有个范围加成好像蛮好的 阿嘎我自己蛮喜欢加那个 加那个范围的 就让他整个画面都是都是法术 那种感觉爽啊 强力机修正这个攻击力的 其实也可以拿一下吧 今天阿嘎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目标 没有什么 对技能有什么要求 反正能过就好 哦又又多了一个闪电系的 这个连环闪电之前见过这个出现了一个召唤闪电 在远方多远呢 召唤7根 往自身聚集的闪电 那我选这个吧 好像蛮蛮好玩的 来吧 闪电呢 哇哇哇哇哇 帅哦 哦 哦这样子 然后再加这个多次施放 阿嘎也蛮喜欢这个多次施放这个技能 那就刷新一下吗 厄运 啊对前面阿嘎说忘记了那个叫厄运 然后刚刚那个那个技能好像跟厄运蛮像 但是我没选 呃那这里我就要不要我剔除掉一个 今天我就不玩厄运了 诶召唤闪电技能的范围修正再增加 那个多多次攻击的那个 就多多重施法有什么 诶 多重施法有什么好了 就是有时候你比如啊五个闪电还七个 七个闪电 然后他多重施法就14个 那个画面就更饱满了就更爽了 呵呵 然后我们来看看阿奥数光束 往瞄准的方向射光束 不就跟这个闪电光束有点像吗 我下次会不会会不会各种各种属性都有光束 然后我我下次就试试看来 打一大堆的光束流就好 如果其他系也有也有这个光束的这个法术的话 然后我这里就再选一下奥数吧 奥数的话 我感觉这个范围会比较比较爽 让武器围绕自身旋转 然后对附近所有的敌人施加这个暴露 然后再往随机方向射20枚的导弹哦 呵呵那么多啊好试试看 哦这样子就爆炸出来 像以前试玩版的时候有一个火火系法师那样子 那他的频率没有很高 哎所有电系的伤害修正 糟糕了 阿嘎现在好像什么都想玩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 就各种东西都想要试试看 因为他好像出了好多新的法术哦 效果范围自身所有魔法类的范围都增加50% 那那不就很猛 魔法魔法魔法全部哎啊这个又是魔法又是物理 那肯定要选这个啦 更大的范围 我现在一个爆炸箱好像整个画面都都都都打得到 哎第一个boss要出来了 英勇一级 这种是物理类的技能啊我们今天主要打 魔法的吧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物理类的雷霆一击啊 那我那我刷新 刷新然后有一堆又不是奥数又不是闪电的 好像不是就就会太分散了 那我再刷一下 暗影物理算了算了 那我就随意选个魔法的吧 哎 boss已经被我秒掉了 效果范围所有的持久类的的范围修正 额外增加40% 就这两个 我前面有想过要不要 就是后面会换走这个暴风雪 那我现在先不要选这个吧 我觉得会浪费掉 那我选这个好了暴击率 哎又来了又来了 魔法类型的伤害修正再加50%可以 如果我前面再选那个范围的话 会不会就是整个画面都是 哈哈 我很喜欢这个雷电 他那个效果好像很猛的感觉 闪电剑雷然后连环闪电 那我选这个吧 对吧先选个连环闪电 伤害加10% 闪电光速的伤害加10% 哎又又来了 领主又来了 破修来了 奥数爆炸的伤害修正 还是要追一个勒 暴击率 闪电光速 那我加闪电光速 阿嘎今天加的有点水 有点水意啊 不是那种 就不是那个竞速 就不是想要打多快 阿嘎今天没有在意打多快 哇我今天拿了好多那个传奇技能哦 是现在那个正式版都 那个运气那么高还是 还是今天阿嘎的运气高呢 哈哈 哇 哇哈哈哈哈 就就只是 先剔除这个 就只是那个闪电都已经够精彩了 哇这个画面 爽 雷霆一击 要不我选个雷霆一击吧 那他他不是魔法 我想要魔法的哦 算我还是选魔法的吧 比较比较有feu啊 那我再选择强化效果 还是选个奥数的呢 好纠结啊 刷新一下吧 魔法飞弹奥数 往自身前面发射30枚的魔法飞弹 那我用这个来取代暴风雪 好了 那然后我现在应该就是 全部都是奥数跟雷电的了 也ok嘛 就是 就是 不算是非常集中 但是也 就是就是类型方面 类型方面不是绝对集中 但已经比较 蛮集中的了吧 护甲的不要 哎 伤害加成 加这个魔法飞弹 闪电剑 闪电剑 以前有玩过了 算了今天不要了 我选强化效果好了 攻击速度 哇就就这个雷电就ok了 我觉得 然后这些不太想要的就不要了 然后再加这个范围修正 范围好广哦 今天我们主要就看这个 闪电就好了 奥数火花 那个奥数好像很很喜欢 就是发射很多煤的那个 炮弹出来的感觉哦 冰霜神窝 好继续加范围 哈哈 哎多次释放 加这个魔法飞弹的多次释放几率 哇好像该加一下他呃 哇哇他攻击范围那么广 我觉得我应该加一下 那个速度方面的技能 就让他冷却冷却的快一点 boss出来一会 然后又挂掉了 特别的快 爆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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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先留着爆炸吧 再选一下其他的 迅速还有支撑所有范围类的 的范围 范围类技能的范围额外修正再加 反正40 能不能给我一下那个 那个速度的呢 没有哦 速度速度 我踢除掉 踢除掉一个燃烧好了 爆击率还有范围 再加范围 哦这什么 奥数圆盘 奥数圆盘 但是我今天不想换走那个雷电 我下一次再 再 再看看就是 哎 奥数爆炸的多次释放几率 但是这里有个速度 算了选这个吧 然后阿嘎下一次再再慢慢来打打看 就是 可能集中选某一些类型的技能 再打打看吧 然后看看玩友们有没有特别想看哪一类的 哪一类型的的 的技能呢这样 因为阿嘎打打这个游戏 我很喜欢就是都选某一某一类型的 的技能 比如闪电然后全部都是闪电这样子 那今天除了今天今天不是了 哈哈 然后比如火全部都是火 之前就他很多那个火类型的技能 阿嘎就选了一大堆的火技能 然后整个画面都是火焰 那种感觉特别的爽 伤害加成所有电极类的伤害都加成 嗯 好是这个吧 以前那个连环闪电看起来也满有劲的 但是现在有这个这个 叫什么召唤闪电之后呢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等级的 呵 现在就是一个纯纯的闯爽游了 不过也也不能这样说因为他 他后面还加了什么1234567 一个等级的那个地图吗 就是后面往上的话应该肯定会有 难度会高一点 然后到时候就不是爽游了 可能就要认真一点打 那现在因为他前面 试完的时候打了打了挺多的了 所以他现在那个难度肯定不不太高 好 但我个人感觉啊 现在他那个技能的范围大了好多 高速超窄 好 哇他那个爆炸整个画面都是了 以前又弄一个最大范围的技能 然后让他大就是攻击到整个画面都不容易 要选很多次那个范围 这样好像几下就就好 哎boss又挖了 嗯 也没踢除了 好不这样吧 都挺随意的 都挺随意的 多次施放 好我们来看看啊 施放频率修正多次施放到90多了哦 那个多次施放频率啊 多次施放几率超过100%的话 他是有几率就是 就是多次施放就施放两次吗 过了100%是有几率施放三次的 那个画面就更精彩 其实范围上的话我现在这一个 这个闪电光速可以 其实可以拿掉啊 那我把它拿掉好了 但是他等级11哦 哈哈 看看啊连环闪电 连环闪电 连环闪电还是不够壮观 跟另外几个相比的话还是不够壮观 还是说我要不打把它换掉好了 反正我也不会输的啊对吧 那我换一个奥数好了 因为这两个好像这哎这个是魔法的哦 闪电打击召唤闪电攻击随机一个敌人 嗯 要不要加这个呢还是要这个导弹呢 把目标丢一个奥数圆盘 这个我以前见过这个我没见过 那我玩这个吧 把我等级最高的一个换掉 好换掉了 好玩玩友们不要喷我我今天就体验看看哈哈哈哈 因为玩友们肯定会觉得哎为什么不选那个 那个打打起来更更厉害 然后我先说好今天我是肯定不会过不了的 大家放心 喂这是什么我是敌人的技能 暴击率 哎移动移动速度修正好了 虽然移动速度其实 没什么大作用你能差不多能躲开就好 那也选一下吧 是不是只剩那一招就是那个什么圆盘 哎不是是蓝色这个小的才是那个圆盘 只剩那一招是这个奥数超载对吧 也挺爽的 我蓝色的就就飞来飞去 还是说等他那个等级再高一点 可以再再弄多几个了 有没有可能呢 多次釋放再增加 我现在多次釋放几率多高啊 多次釋放 哎哎在这里好像72 哇这个范围 这范围已经已经是整个画面了吧 哇我还蛮喜欢正式版 哈哈哈哈 奥数爆炸 正式版好评 可能有网友会问我说就是觉得 打完之后要来点评价 我觉得啦爽 哈哈买就对了 才第一关了 后面就是第一次打 后面打打起来更多东西玩了肯定 我觉得这这 这游戏内容就做的蛮丰富的 他那个技能 技能的磁条类型的搭配 就做的蛮好 你可以不同的不同的搭配 去看看哎效果怎么样 打起来会不会更爽这样 你看阿嘎追求的就是打的更爽 哈哈 哈 然后但是好像新版本出来之后阿嘎 发现前面我赚的钱好像没怎么作用了 嗯 要不要来个冰霜 我这样乱选东西的话 会不会好像 比较容易挂掉 七级五级算了不要乱来了 其实也不会挂掉就是 就会不会会不会出来效果很烂这样 喂boss勒 boss怎么不见了 boss已经坐下了 他已经挂掉了 哎又有新的成就解锁了 那哈现在还给我升级 难道还可以继续升继续打下去吗 逃离虚空或者继续深入 哦 继续深入 男人嘛 无所畏惧继续深入 对吧应该是这个吧 哎 消灭虚空领主 什么状况阿是不是在打一关阿 哇哦 效果范围 所有魔法类型的效果 哈 再继续 再继续提升 不是吧 我就要不我就在这里站着吧 就别乱跑了 你看这个 基本上整个画面都打得到了 什么敌人好像出来那么慢呢 我每一次才打他一百多这样 要不我继续去那个角落的生怪点蹲着吧 暂时不太想要换换技能了 大家多次释放 破绽 所有攻击加虚弱 今天不玩虚弱了我加 加加暴击吧 因为好像都都无所谓 以我现在这样子打法 哎这是暗影类的魔法 这两个都是暗影类的魔法 好像以前没见过都是新的技能哦 哇 伤害修正 魔法飞弹和奥数超载 那我肯定加奥数超载啊 对他看起来就很猛啊 那我再加一下他的施放频率 嗯 嗯 奥数圆盘 哎 再加他的范围 我把他范围加那么高 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呢 好像他生怪点通常都会在角落的 所以我就喜欢在角落蹲着 而且在角落蹲着 你也可以省力不用不用到处去 就是不用走太远的地方去捡金币 大概都在角落这样 嗯 嗯 奥数光速 所有电极类型的额外 伤害修正 就两个而已哦 有点少哦 算了先拿来呗 我觉得 你现在这一种这一种闪电啊 就加一个都是划算 哼 我加虚弱啊 乱加了开始 哎呦 好了挖了哈哈 好快一样哦 根本 根本就也是同样那么脆嘛 再加范围 哎怎么怎么一下子提升那么多呢 这这刚是一次过加了多少个 多少次等级啊 提升好多哦 哦再加 反正就不停的往那个魔法那个那边加就对 那我加移动输入吧 走路快一点打起来也爽一点 嗯 施放频率 如果他一直挑战下去我会不会就是 就是越打越厉害的这些技能越疊越高啊 嗯 再加暴击率 哇 哇这基本上已经毁天灭地了吧 再继续那么等级继续提升下去不知道是怎么样呢 那如果他那个 就敌人可以出来的更快的话那更好 就好久没有感受到那个整个画面都是敌人的感觉了 哈哈哈哈 连环闪电了好吧 那后面我们就就先用这些技能我们就不换了好吧 召唤闪电的伤害再增加 或者奥数圆盘的 示范频率 那我加示范频率好了 我觉得现在我已经不缺那个 攻击攻击力了 我就只是想要让我的画面变得更混乱 哈哈哈哈 好像有的 有的人说那个光污染多了不好 但是他刚蛮喜欢光污染 哈哈 越多越好 再来一点 啊移动速度好 就让我捡经验捡的快一点 伤害修正好 啊不知道这一个游戏能不能像像别的游戏 那样子玩到卡了 就之前玩那个黎明前20分钟也试过玩到卡卡了这样子 就那这一款我是没试过 顶多就有一点点 一点点 可能没那么顺 就顶多了这样子 好像那时候是满地的东西没解过啊 我也忘记了 反正就很难 哈哈 我觉得是打起来都满顺 哎又来了boss又出来了 哎boss又挂了 哈哈 哎每一次是不是每一次boss出来 然后我把他打挂了都会 特别多东西给我给我选了 特别多技能呢 我觉得这些技能回不了头了 现在这个等级啊 哇 这基本上毁天灭地了吧 我才是大魔王对吧 我才是大魔王 来勇者快点出来吧 哎 五话 要不我现在来搞一点那个 那个磁条 好像也没什么作用嘛 每加一层虚弱就有机率同时加 这个流血 流血10秒里面加加那一点点伤害 就就算了吧 再加再加伤害呗 那如果我每一次都是就是 再跳去下一个关卡 那我 那我一个一个关卡到底要打多久呢 哎 不知不觉我现在已经六十九个等级了 六十九级 我感觉好像一百级不是梦哦 是是多少 是八十九啊 阿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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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一眼 喵错了 是八十九 然后现在已经九十级了 那一百级就更加不是梦了 其实我是不是该拿那个磁力 让我不要不要跑来跑去 现在好尴尬 我又现在没什么事情做 我又想要换个技能看看样子 就是看其他技能什么样子 那现在他那个等级 这个等级如果换掉又有点尴尬 就往下掉 先看看啊 要不打完这一关再感受看看吧 说不定下一关就那个难度上来 看这个boss 也也好歹也凹了凹了多少秒啊 大概也凹了两秒才挂吗 哎呦什么事 我什么时候生命值掉下去了 大一人大一人没有闪 好危险 好危险 好危险哦 那我要去找地方回血了吗 说起来现在这个版本好像没什么回血的那个石头啊 寻找那种回血时 哎找到一颗啦 好像以前都会有那个指引方向的东西嘛 就是跟我说哪哪里有的回血这样子 哎右下角是什么造成的伤害哦对我两个符文啦 毁天灭地毁天灭地 但是但是没有回血的东西啊 那下一个boss出来的时候我会不会很危险 哎讲完他就出来了 实力效果范围 所有电电极类的范围增加 boss呢 主要问题是我看不清boss在哪里 哎好像有攻击在追着我走 哦在右上角我看到了好像画面 哎 人呢 哦在哪里啊 好像是不是挂掉了 哈哈 没看清然后就挂掉了 再加那个多次釋放好了 有机率对敌人造成致命一级 再加釋放频率 好像暂时还没有卡啊 再打下去不知道会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把电脑弹到卡了 燃烧吧cpu 哎呦 哎呦 刚刚是不是又不有什么打到我 我觉得是不是那个雷电的等级加 升升级到很高的关系 好像刚刚又再加了那个范围 现在超级猛 诶 现在已经101等级啦 嗯 或者后面我们就先不要再挑战更高的等级好了 啊 因为我们 好像他是意思是就是1234567嘛 现在我猜我应该是在挑战等级2的那个 那个难度啊 是这样意思吧 然后我一口气挑到挑战到等级7也 也也没意义 因为好像我还不如中间留一点 留一点机会去感受一下别的技能 那一会我就打到这一关了先看看 哎 boss又出来了 哎这个好像boss扛咒一点哦 boss还挺帅的 有点像勇者 挂了 刚垮完 刚垮了一下然后就挂了 选择一个传送门 那我就逃离虚空 先看看外面是什么状况吧 完成无尽循环1 那返回菜菜单看看 哎这这这这怎么回事啊 我元素史在升级哦 我先回去看看他是什么状况啊 第一把感受看看 我就先不要打到那么后面 哎然后这里有有看到了 他有一些独特的技能解锁了一个熔岩盾牌 但是前面好像还没有感受过 说不定会不会下一 下一次就可以让我去感受看看呢 嗯然后这个等级他也没有跟我说是用来干嘛的 可能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再解锁吧 配方 配方也没有 哎然后我们看到了解锁了一个新的新的符文 他说每五个等级都可以额外刷新一次 是技能 那他的消耗要三个但 那他留五个五个空格给我干嘛 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消耗少一点的一些技能呢 还有一些所有随机瞄准的范围效果 现在都会瞄准自身的位置 就是我自己打自己的意思吗 好像蛮有趣 好像蛮有意思的 就选一个 然后就好像没有了就解锁了这这这两个 然后就解锁了一些成就 哎那我们看看我们前面打的是哪一个啊什么地图啊 哦就通关过一次然后然后就有这些而已 然后也没有解锁其他的那我后面 其实后前面后面打的那些到底算是什么呢 那我们后面慢慢再摸索一下吧 或者知道的网友可以跟阿嘎讲一下 那今天的 试玩就先到这里吧 然后我后面后面可能再打打看其他的角色 慢慢来啊 毕竟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发掘出来啊 符文都全部都还没解锁啊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 如果喜欢的朋友啊 记得点赞留言啊 给阿嘎一点建议或者跟阿嘎说说啊 你们想要看看阿嘎怎么玩 阿嘎都尽量满足你们 好啦那今天先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拜拜